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引起热议 看看吧 他扣篮了 此前蒋进夫因为上传自己能扣篮的视频吸粉无数 被誉为一人篮球天花板 如今白净庭也来了爆扣 他也是一人篮球天花板了吧 而且白净庭不只是扣篮那么简单哦 他左右手的运球十分丝滑 他这运球技术已经完爆全场三分之二的球星了吧 虽然训练扣篮与实战扣篮相差甚远 但身高1.83米的白净庭能扣篮还是已经很厉害了 从视频中来看白净庭的臂展也很长 五二投机也很发达 白净庭的确配得上一人篮球天花板了吧 当然他与潘伟博这种打过NCAA的一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白净庭持球跳步干拔的命中率也很不错 不过球迷们觉得他的出手点可以再高一些 但这运球已经让不少球迷折服 球迷胜赞 这一人打球天花板之一了吧 臂展很长啊 不得不说有点东西 也有球迷调侃 小白能打过农村国宝吗 立马有球迷表示 这不比农村国宝强吗 是因为国宝输了小白发视频庆祝一下吗 白净庭这一次的篮球视频依然会吸引很多新的粉丝 因为他是在吴永豪与农村国宝单挑后 这个热度还没过去 他的篮球技术真的比农村国宝好太多了 这才是认真练球的人 农村国宝与吴永豪的对决 第一局0-12告终 年鱼哥被隔扣六次 这两人余下的两局比赛不知道何时进行 不得不说农村国宝的热度甚至超过了白净庭 小白这个腾空高度是真的不错啊 我这个1.83米的国主都汗颜了 白净庭太帅了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